匪党一百年 噩耗频传 进中大内 起狼烟 池塘切个小矮人 四比三 翻 砸脚梦中惊作起 阴风吹雨入栏杆 就怕半夜鬼叫门 鬼来了 整个一个连 据说带头有连长 戏丑不对 崴脚步战狼 赵立坚 一尊垂床变大怒 你还敢来 拒绝可爱 斩 或者给你工资 涨点钱 云彩 一尊看他脸啥般 时过境迁和蒙圈 一尊说 线花还不如线管 严谋好见 小鬼难缠 正是一百年鸡飞狗跳 一百年日落西山 长鸣百岁到大县 一尊说 没到还差 好几天 你抢夺话语权 然 快人快语 天下事 京腔京韵 老北京 各位茶友 各位观众听众 大家好 欢迎光临欢乐醒脑的老北京茶馆 品大碗茶 听大实话 我是刘卓 我是李正 茶坊一挂 断签行 今儿开板 宣布个大消息 中共崴脚部战狼赵立坚 拒绝变可爱 已经彻底恢复 战狼原型了 不好 狼没走 打理盹 养足精神 又出来了 真出来了 昨日咱不是刚刚说完 港共政府打压一传媒 拘捕了苹果日报 还有动新闻的五位高管吗 对呀 一传媒创始人黎智英 已经托太太和女儿给记者不带话了吗 虽然背负历史的十字架 但是不要恐惧 就在今天 今儿 党国崴脚部战狼 就出来向全世界展示 野蛮崴脚实力来了 这还实力 日本共同社记者就问 有关香港苹果日报停刊的问题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 这是破坏新闻自由的行为 他呼吁中方保障香港高度自治 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呢 小赵怎么评论他呀 赵立坚评论之前 先瞇了瞇眼睛 摆出一副横眉冷队千夫纸 昂首不坐 如子郎的模式 之后震撼开脉 美方粗暴干涉香港事务 干涉中国内政 中方表示坚决反对 耿爽模拟器开始工作 香港特区政府中联办驻港国安公署 关于这个问题已经说的够多了 不是够多了 关键没一句人话呀 中国中央政府坚定支持特区政府和警方依法履职 还不说那句呢 我支持香港警察 你们可以打我啦 我不给你正式记者编制 你可以离开北京失业了 吵枪了吗 党骗胡锡进给傅国豪送上温柔一刀 行了 别老插坏了 我这正坚定支持呢 抱歉抱歉 您赶紧继续坚定吧 坚定支持 一切为维护国家安全和香港繁荣稳定所做的努力 坚定支持 行了 我先支持到这了 差点把坚定支持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给喊出来 差点犯正常错误 都是你给我搅和的 没事 你呀 就说你最近牙被成的 咬了一大窟窿 最后你坚定支持的什么呀 回音儿 哇 那得多大一窟窿啊 行了 战狼小赵也开始露正容了 错 是露正宁 对对 露正宁 一尊的号召力 影响力 执行力 震慑力 彻底瞎没了 真瞎没了 我再给大伙说说啊 这赵立焉22号记者会怎么回答新疆破坏人权问题的 他回答这个了 大伙注意啊 离前台近的把小板凳赶紧往后挪 留神见一身口水 路透社记者问了 据美国Politico网上报道 拜登政府正在考虑禁止进口新疆生产的多金硅材料 来惩罚新疆强迫劳动等破坏人权行为 外交部对此有何评论 哦 问外交部有何评论 不是问中方了 赵立坚对这说法表示非常满意 哗 以前他是代言人喇叭 这回也当回主人 小赵说了 拜登华政府所谓新疆存在 种族灭绝强迫劳动的说辞 完全 注意我说的是完全 完全 完全是别有用心的人造谣和彻头彻尾的谎言 哇好家伙上来先早上俩行走 拜登华直流的真实目的 是限制打压中国企业发展 背后的企图是搞强迫失业、强迫贫困、搞不公平竞争 不是 您等会吧 强迫谁失业、强迫谁贫困的 难道中国企业已经大面积失业贫困了 住嘴 严禁的外交场合肆意泄密啊 不不 严禁对我外交部赵发言人的发言 肆意狗袋嚼子胡勒 嗨 这位骂人张嘴出来 中方已经多次澄清我方认为的事实和我方认定的真相 全是他方认定的 美方应尊重我方认定的事实 立即停止我方认为的恶意散播虚假信息 我方累不累啊 立即停止 给予我方认定的虚假信息 无理打压我们中国企业 中方将密切关注美方举措 并做出必要反应 坚决维护自身利益 赵啊 提个醒 最后美国注定搬起石头 砸了自己脚那句 凝望说了 那句不说了 习近平总书记递过纸条 他那俩脚上回砸完了以后 还没恢复原形呢 最近不建议我们外交部搬石头 嘿好 这石头全给一尊搬的 特工 李正你就说 一尊这亲自指挥亲自部署 这还能不能玩到转了 您说吧 刚指示了几天 就是 连小丁点这小赵赵立金 都敢公开违反圣上旨意 撒开花骂街了 您说吧 一尊忙后半天三可 可信可爱可敬 眼瞅就剩以可怜喽 嗨 变可怜了 背了个催 不过您甭说呀 一尊也意识到这问题了 没敢跟老伴儿捧妈妈说这事 怕把花枪女回音给招来 回音 自个儿憋得脖子脸一边粗 最后想出一辙来 什么辙 说别都没用 这贼船只要上来 就没有回头路了 唯一能干的就是 我得稳住我坐这张龙椅 一尊要破罐破摔 一条道走到黑 人一尊也不光会被书名 也会拿千笔头 滑了滑了什么路线图什么的 真行 就这次就是 路线图上第一项就是看齐 不是你等会儿啊 这练战队的时候不是 绍兮立正 这第三项才是项目看齐的吗 您那站的什么队呀 能跟党国顶尖高手们战队比呀 哦站的不是一个队 那必须赶平了 再说了 什么时候你不瞅瞅 战时一点没有战时的危机感 不是战时 当然战时 你没瞅见北京什么保安形势吗 什么 网友把视频照片都po往上去了 川门大街上 川门大街 过人行横道线两大牌 好几时武警 一人手里拎着一条警犬 拎着 不不牵着 吓我一跳 差点扼住警犬命运的喉咙 那就不管了 一尊根本顾不上警犬喉咙 现在关键是 党的喉咙也不知道让谁给掐着 要休克 尴尬嘴不喘气 得赶紧叫救护车 得真麻烦了 大去之妻不远矣 甭跟这转文 这都火上房了 你说那些知乎者也乱发燥的 一尊腾不出功夫查字典 这位学习态度还挺认真 那是 对了 跟你说说这一尊怎么实现这第一步子 怎么让那底下人都跟着看齐的 一尊想好了 想好了 我得充分发挥模范党员的带头作用 那谁是模范党员 问这干嘛呀 问的我们都不好意思回答 哎呦这是要把彭妈妈评为模范党员 没有 那是谁呀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就是一尊我 是有点不好意思 没事 脸皮是可以锻炼出来的 我知道早就看出了您锻炼的效果了 行很注意观察新生事物 我说一尊 我又犯这好奇心众那毛病了 您跟我们好好说说 您怎么充分发挥您这模范带头作用的呀 这事你可问着了 哎 我这次带头带着那叫一飘呀 那真要飘 赶紧跟我们白话白话吧 什么叫白话呀 就是说的说道的意思 说的说的 注意用词准确啊 行快说吧 行行行 我说 脸皮太薄啊 办不成大事 这跟脸皮薄厚什么关系呀 我也认为没关系 问题是老有那些没事吃瓜看热闹的党内反动势力 说有关系 还说我脸皮推厚 谁呀这么有一说一的 我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说 为什么呀 就是妒忌 哦能理解了 那他们妒忌您什么呀 妒忌我 妒忌的有点多 照片放多了 篇幅放长了 地位放高了 作用放大了 这事得妒忌 那帮人都是干嘛的您说 一外的争的不就是这个吗 盒子全让您给包园了 这也没包园 给他们留了点 行行这事您还是从头跟我们说说吧 那行我从头说 18号那天 就是苹果日报老板黎智英 让他媳妇给记者烧块 让他们别害怕我党那天 我亲率一众政局常委 所有在京的高官 百驾出宫 去了趟我党历史博物馆 知道天门工长旁边那个 错啊党史博物馆这种亲自决策亲自批准地 是新建建筑以前根本没有 哦 您吴忠生有策划的 什么叫吴忠生有啊 那明白了 您带领他们都参观什么的呢 参观什么 党史博物馆能参观什么呀 哦对对对 参观党史追忆过去去了对吧 也不尽然 追忆过去只是一小部分 更重要的是要见证现在的大后局面 啊现在大后局面这不是个历史博物馆吗 这人脑子没开窍 怎么了 现在就是将来的历史 现在也是历史长河的一部分 这么一换算 现在就是历史 得这位直接算那去了 一尊这不会干过电信诈骗吗 别插话啊注意听讲 对对对您讲 主要说说为什么他们妒忌您 说妒忌您说是这样 这么说这次展览 对全党各级领导同志 都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巨大的考验为什么呀 因为我呀 稍稍的把党史的比例稍微调了一下 微调啊 微调那都是小小不言的事吗 不都是 不是小小不言 是大大有言 大大有言 这什么意思 就是习大的有话要说 明白 有很多很多话要说 所以我的篇幅占的稍微多了那么一点点 明白了确实涉及到脸皮薄厚的问题 那您具体说怎么占的多了 其实也不算多 才占了三分之一弱 不是您等会吧 您这一会占多少 不到三分之一 哦 这展览盒一共就有三领导啊 不是 我党各界领导全上了 看来啊 不详细跟你说你听不懂啊 不是真听不懂 其实就是这样 展览把我党百年历史分成了四个阶段 毛站了两阶段 中间那一帮人全一块转移阶段 后边我老哥一个老习站了一阶段 独吃独占 第一段是建党夺权 讲1921年建党到1949年建政之间的事儿 第二段是成立党国 革命建设 从49年到78年的事儿 这革命是文化大革命 第三段是邓江湖那些年 叫实行改开 古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说的是78年到12年 2012年的事儿 邓江湖打包 攒一块来给 对对对 例行节约呀 占太多空间的话得花多少钱呀 这一尊想脱贫那事儿 对 最后一部分呢 是我这时代 知道 这部分题目和篇幅都稍稍有点长 叫推进中国特色社会进入新时代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这传口气传口气 这留身背过去啊 没事 我能挺的 您是能挺啊 说我这越念越高兴了 那帮老家伙人挺不住啊 那管不了那么多 得这还不管不顾了 关键是看到大好形势 我这激动呢 虽然我这段年头少 就是12年到现在 算了吗 还不到10年呢 but成绩多呀 所以多占了一点点篇幅 多占了一点点篇幅 那这一点点是多少点点呢 那我哪有工夫算的 没工夫 反正啊 据天天手上新闻联播傻乐吃瓜群众说的 从中央央视的大口衩报道画面 个人图片出现的几率次数上老毛最多 那一个小短新闻出来6回 6回 第2就是我 展现了5回照片 剩下那几个都差不多 老邓3回 江湖各2回 明白了 您这叫毛贼号2 这活的人里边您排第1对吧 用白话文回答不好意思 我只能用古文回答 然也 这边还知道不好意思 你看了吗 大虎衩这次报道下边 真下了功夫了 剪出那样片我看了好几回 做了一些增减删结的工作 多为效果负责任 是啊 例行节约 行您甭例行节约了 您甭说呀 吃瓜群众里边 那瓜还真没白吃 真让他们看出门道来了 呦 看出料来了 看出了 什么料啊 就是大虎衩在报道的时候 在第4部分 除了我的照片画面 剩那七常委 就用了三人照片 栗战书汪洋韩正 不是 三人照片 这三人加上一尊 这不是在四个吗 对呀 那七位不是还剩三位呢 是啊 所以眼尖的吃瓜群众看出来了呀 那盖盖辣呀撒 上拳了多好 例行节约呀 专门跟这儿例行节约呀 不是一尊 我明白了 您这不是例行节约 您这是例行打脸的 您这是 聪明 别出去说下 我就跟你说了 没搞别人 得还辞去 下回你站我旁边 让大虎衩给你也来个镜头 不去 我丢不起那人 我去 没出息 跟彭麻彭丽媛一水平 彭丽媛也行 那国母级别了 还对一尊 您给我们透露透 例行节约这仨人是怎么考虑的 这事从我这说不太好说 容易给党的事业造成矛盾和损失 顾全大局 对这样的 你们海外有个评论员叫李燕鸣 他猜闷有一招 他给你们猜的那个 给你们参考一下行不行 李燕鸣 那燕鸣时评吧 对就是他 那行您说这李燕鸣怎么分析的呀 行注意啊 这是李燕鸣的分析 不代表我一尊的意思 我们知道您就说吧 小李说了 小李 他认为 从大裤衩画面看 第四部分除了一尊我之外 展览版面上其他领导人打照片 只有栗战书汪洋韩正 现任政局常委李克强、王沪宁、赵乐际 仨人缺席 对呀这为什么这个 你听他分析啊 怎么分析的 他认为 团派出身李克强近年来 言行频频和我一尊不保持同调 赵乐际主政陕西青海期间 沃岸接连被引爆 知道 那王沪宁更忙说了 主管的我们那文宣、意识形态系统 正在面临清洗 听说了 就因为他跟我老对着干 这仨人在中共二十大上 试图去向充满极大的变数 合着这一条有预言性质的央视新闻 所以小李的结论就是 怎么说 敏感时刻 仨人缺席中共历史图片展 为二十大试图蒙上了阴影 释放的政治信号十分耐人寻备 有麻烦 我捋一捋啊 中唐大李克强 他要是悬 这倒不意外 他一天到晚不老跟一尊不在乎 俩人互相拆台 拆了多少回来都 基本都是我赢 这事甭您提醒了 我们全知道 赵乐际也不意外 房间不早就传疯了吗 自打他掌管中纪委 一尊就没能痛痛哭哭打老虎 据说他老给一尊那屎半的 一尊想办谁 费了牛筋办不了 连你们都看出来了 旧秦岭别墅那事 我都批是多少回了 愣是不给你办 全是他跟后边倒的鬼 对 这人好像特别爱玩阴的 赵乐际刚上来的时候挺低调的 后来慢慢漏猙獰 才发现也是汗汗汪那势力范围的 当初好多人还以他一塌 接替王岐山继续执行火炎万路线的 结果这好一上来 贪官们反倒一个个平平安安了 一想踏步就来气 那王滬中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没好哪去 说王滬宁呢这是 王滬宁落这么移果 说实在的 真是有点意外 没什么意外的 三朝帝尸那人是 摸爬滚打 伺候老大经验多丰富 再说了 管怎么说 那也是帮一尊您 这传播出什么习近平思想吧 治国理政心思维来的 有点功劳啊 问题就出在这了 鞠躬自傲目中无人 连我都不放在眼里 一对这事我真得替小王说两句了 他从来在您面前不全都是低头哈腰 小心谨慎吗 彪戏呢 全是装的表演 全是装的 对 不过不怪你们被他假象蒙蔽 我也一直没发现他平时披着人画皮 这画皮甭下误 我可不夸张了 从来给你出主意 都是那么贴心 装的不争不抢 特仁义 其实坏透了 怎么反差这么大呀 这也不怪他 我们这台机器 党的这台机器就是这么训练的 要想在官场混 必须两面三道 当面一套背后一堂 他只不过是表现的比较优异而已 这一尊还真到实在 可但是但可是 你别跟我玩这套啊 明白了 一尊这是希望小王把这招跟别人那使 对呀 你真我呀 你得忠心耿耿 明白 不见这东西坏透了 回回表面上紧囊妙计 回回背后是挖大坑 每回我是顺顺当当 欢天喜地 蹦下去 这倒合作愉快 难怪一尊这么生气 极少数没掉坑里的 又没挖坑的时候 那都是让我搬大石头的时候 然后就是啪唧 哎呦哎呦 您再瞅我这双脚啊 不要不要了 那就甭要了 不要了我怎么四处乱溜的呀 也是啊 要这么说这还真麻烦了 简直这是谋逆之心大罪啊这个 什么罪回头再审 反正这货估计是没什么坐庄的价值了 听明白了一尊身边这帮人着实是不好过喽 不好过是应该的 半君如半虎 他们不知道咱们祖上这句成语啊 不是不是这是成语吗 哎对了 刚才说这小赵又恢复了战狼嚎那事 您准备怎么回应啊 怎么回应啊 仗爷得算在保护您脑袋上 又是他 他控制大外宣这么多年 忽悠我给那帮没素质的驻外大使训话去 让他们斗争斗争斗争 这回行了 全练出来了 个个是合格的顶级战狼 嘴上功夫一顶一 都分不出第二名来 问题是这战狼一旦练成还不好改呢 说就是这事根本改不了 反正啊 葫芦脚鞋子爱改不改吧 我现在也顾不上这些了 顾不上了 为什么呀 现在我党进了鬼子包围圈 全是外国鬼子玩命嚷嚷反共 溯源索赔这个大哥的 有战狼跟前面拼刺刀啊 也让我多做会中国梦 还做梦呢这位 对了那天参观党施展 您怎么想你带着一巴巴人又宣誓来了 这党怎么还得必须一遍一遍跟那儿辱啊 笨 这事没看出来 我那是带他们看齐呢 看齐 向我看齐 就是向我宣誓的意思 永不叛党 就是永远不能背叛我的意思 至少十二大之前不行 这玄机跟这儿呢老板天 我还打您 领着他们跟那吹口哨呢 十二大之前走夜路不吹口哨 真发毛啊这浑身 你也发毛啊 咱哥俩一反应 瓷器就是瓷器 我呀 好嘞 送上好茶找有余香 欢迎您订阅分享 老北京茶馆 下回节目再见 再见 再见